大家好,我是乐于主音写字的吴老师 咱们今天讨论一个话题 为啥咱们成人恋字 多数会出现 一看就会 一写就废呢 我觉得说 这第一个原因就是 咱们是方法问题 这个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这个空鼻 我多次提到 这个空鼻 像 我们的笔画 哄树写直 这个偏大要出尖 也就是说你这个笔法里边的 顿鼻 提鼻 行书里边的连鼻 包括这个 时转 提案的问题 空鼻的问题 第二就是 结构 我们有时候对照字帖 行 但是一 离开了字帖 那不行 那是因为我们对一些 这个结构的方法 不太熟练 换句话说 我们要想把字练好 我们想一下 这个成年人 为啥 很多人喜欢写字呢 我觉得来说 有的是 兴趣问题 如果是兴趣问题 这倒好解决 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问题 要求自己字 必须写好 所以这就强迫 要想把字写好的话 我们想一下 你这个心 要静下来 那你这个心 要静下来的话 那所以 我们练字 肯定要花费时间的 这个 没有时间的保证 你是练不好字的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 成年人啊 这个 没有时间 第二个就是 太急躁了 一写字 恨不得 能够把所有的字 都写好 所以说 很多朋友就问我 哎老师 我要跟你这样练字 我多长时间能写好啊 特别急躁 所以说 这项问题呢 都是导致我们字 写不好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 你心静不下来 不想耗费时间 那如果说 你有兴趣的话 咱们 就按照前面的方法 那要讲到前面的方法 那肯定要灵贴呀 但是我们很多人 在灵贴的时候呢 又摆脱不了 自己过去的陆席 就说 你拿了一本字贴 但是你不是对照字贴去写的 你写出来的字 和字贴一对比 字贴是字贴写的 你是你写的 那你说 你有陋习 这个 是我们很多人 出现的问题 那怎么 一看就会 一写就废呢 你看会的 是在这些道理 但是你拿笔 一写的时候 你这个空笔 你空不好 那有人说 我怎么练空笔啊 你比如说 我们写写字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行书里边 主要是讲这个连笔 那怎么连呀 连有什么技巧啊 那这时候 你要 针对性的去练 那比如说 我要练习 狠话 连笔 看 你这样走 看 走 回来一点 回笔 再过来 那比如说 我再加一点 你看 这样走 把横竖写直 连笔的地方呢 轻一点 就是提 那比如我们写个撇画 连笔 这写着连 那比如说 我来点画连笔 那么这个连笔 它肯定有轻有重 要靠提按 那比如说 我来写一个 这个四 看 两个横连笔 那下边 竖钩和点连笔 看 提起来走 那这地方重 然后轻 再重 那这些连笔 那么 你要找一本书 我给大家推荐 就是 吴玉生的心凯 你如果想练心凯的话 首先你的空笔 应该不错的 那么 像这些 笔画的组合的连笔 练好之后 我们再怎么办呢 我们去练 偏旁不守 那偏旁不守 比如说 我写个竹子头 分解 这是第一个 我写成短片 看 这样练 那然后再拿到具体的字 这样去用它 那比如说 我再写个字 笔子笔 我这写宽一些 那再比如说 我写答案的答 我通过练的这些 偏旁不守 我这样来练 或者说 我就单个练这个偏旁不守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脚丝旁 看 走 像写三样 看在 TB 我没事 我就写这个 看这个拉长 你要对照字贴 这样去写 那 你一个一个偏旁不守 这样去过 这样来说就好多了 还有就是 你写完之后 一定要对照字贴 看 分析一下 我的问题在哪 那你这样练的话 你是对照字贴 去灵贴的话 你必然会产生出来 这种进步 这种进步 是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一旦进步了 你就会对炼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么有兴趣了 你才会坚持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 你有兴趣了 你就会静下来 这时间上 那么你在写的时候 你就会安静的去写 只要一个人 安静去做一件事 那必然你会有沉思 会反思很多东西 所以说 咱们 看一些网上 一些说法老师 就说不动笔 怎么样把字去写好 他说的是一半的道理 我们不动笔 去理解 用笔的情况 去理解 结构的技巧 但是说 我们不动笔 就可以把字写好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反复说过 空笔是灵魂 就是说人家写出来字 和你写出来字 一对比 人家的字 有一种味道在里面 有一种 这个气韵在里面 那你写的 啥都不是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灵贴 不精准 那所以说 灵贴是关键 灵过之后 我们灵了 很多朋友说 我对照词贴 一灵写 挺好的 灵了挺好的 但是我不看词贴去写 就不行了 所以这怎么办呢 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背贴 这个背贴 你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剃乳旁 我就去记 这怎么走 对吧 我再去写这个 对比一下 我这怎么走 包括我写这个 左右的左 看 这两笔 我再去写 龙 我相同的部件 我相同的偏旁 我反复去写 然后和字贴去对比 那 我再用一种办法 去组字 那比如说 我练这个主人的主 那我再加上这个偏旁 那在 假如说 我再加上一个单人旁 那然后 我再和其他的 类似的字 我这样拓展开 你这样去联想 就比较好办了 那所以说 我们除掉 练偏旁 再去观察一些自根 那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那这边 它组字 可以组成 这个恨 也可以组成 狠 也可以组成 根 还可以组成 好多好多 对吧 你一个人练偏旁 我再练字根 我这样去组合 然后 你这样 这个背贴 你被 这个部件的组合 你被这个偏旁 你被自根 再用 我们结构道理 我相信 只要坚持 你肯定有进步 不是说 我只是看你写 那个没用 必须是你 拿笔句写 你拿笔句写 一定要 你别人看写的好看 是别人手上的功夫 而你的手上功夫 有没有形成 那必须是练 那所以说 不动笔去练字 那是理解道理 我们必须去通过空笔 你去找那种 笔和指 它们之间的关系 手和笔 之间空笔的关系 这必须要有一种体验 这样才行 好 咱就聊到这 那么就让我试一会儿 就让我试一会儿 我试一会儿 我试一会儿 我试一会儿